门野秋晨能在现场观看星空演讲的女性专场 野秋晨是很兴奋的 感谢这次活动的邀请 孟美琪说 有时候单纯的愿望 只是吃一顿不吃鸡胸肉的菜肴 姚晨说她在事业上升起 时与经纪人一同怀孕 所以不得不停调所有工作安排 心直累说 她从不否认自己是个有欲望的女人 因为欲望和金钱 可以不必让她因为一顿讨压和一个电脑 而落下一生的遗憾 李莹可说男女的性别刻板印象是应该打破的 没有绝对的对错 梁洪说在所有的大局面前 我们应就应保留内心的柔软 慧若琪说她希望能将体育精神 能够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体育的梦 我们会因为体育而变得更好 这些都是女性的烦恼 女性的担忧 女性的思维 女性的梦想 同时女性的你我 也一样面临这样的困惑 关于孟美琪的这场演讲 叶秋晨来谈几个印象比较深的点吧 与大家分享 鸡胸肉和八小时 曾经只换来镜头前的几秒钟 从创造101这个节目开始 我们就意识到这个能唱会跳 对自己严格要求 对对有认真负责的善知大哥 背后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训练强度和艰辛 在她的演讲中 和很多人注意的点不同 叶秋晨更在意她所说的鸡胸肉和八小时 自律和勤奋 在现场的观众们都会看到 孟美琪必想象中瘦得多 我们熟悉的镜头里 她虽身量鲜鲜 身材苗俏 但远远 没有在现实中看到的那般骨感 做一个女艺人 随时随地保持一个良好的体态 是重中之重 我们经常能听到女明星 用尽方法去减肥 以求在镜头前 为观众呈现最好的自己 郑爽 尹儿 杨子等等都因减肥上货热搜 可见这一特质的重要性 对于身材的要求 并不只限于女明星 江文曾在电影《邪不压症》的采访中 提及彭于燕的身体像雕塑一样 太完美 然而这样的完美 要靠这一企业的自律性才能达到 据说她已经很久没尝过糖的味道 孟美琪也正是如此碰心此欲 长时间只吃鸡胸肉果腹 她说 那时候的自己多希望 能吃一些除了鸡胸肉之外的东西 但她又克制这种欲望 在很多人帅美酒夹肴帅大鱼胆肉的时候 她要摒弃这种对美食 最原始的欲望 因为她想成功 她知道成功从来都是来之不易 除了自律 她也足够勤奋 像现在这样的桑拿天里 孟美琪曾经每天要练习至少八小时的舞蹈 在创造101的节目中 曾有人说 为什么孟美琪没有得过勤奋C位 却一直能为烈鲜毛 你又没有想过 她的勤奋 是过去无数个八小时重叠起来的积累 没有曾经的废勤忘食 就不会有如今的轻松小洒 你看着她学舞蹈 很快所以羡慕 是因为她早已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 那段流血流汗的日子 只要努力的她 也就还在继续努力着 我们没有理由去懒惰 因为总有人在努力赶超最高的巅峰 正如她所说 她想不断超越最好的自己 最大的敌人 是曾经的自己 第一名来之不易 但你值得文业修成 本文著作《权规源作者》 业修成所有 商业赚载 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非商业赚载 请助名出处抄袭 就欢迎转发评论